如同琉璃般的七彩雲海 在縮時攝影下變化萬千 翻騰的雲霧更像是海浪般的洶湧波動 珍藍的一件的景色可不是容易見到 攝影玩家們都為它而來 北部的琉璃光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這樣跑偷偷 是最漂亮的 因為北部的燈光 什麼顏色都有 那個大樓 每一根大樓 都會一般在雲海上面 這樣就好像是那個海市城樓這樣 那個琉璃光 大樓都在雲海上面 這樣 所以北部的琉璃光是 最色彩最漂亮的 白天硬旱岭可以觀看整個台北盆地 早上有日出 白天有雲海 晚上則有琉璃光 已經無數次了 年輕上到現在 這邊是將近有360度的景 從早上就24小時都有在變化 雲海啊 日出啊 琉璃光啊 琉璃光可遇不可求的說法 對資深攝影玩家來說可能並不成立 上山超過千次 拍攝過無數次琉璃光的稻弦 分享琉璃光能夠出現的關鍵 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你要有所謂的逆溫層 所謂逆溫層就是說 陰漢嶺的溫度會比淡水 巴黎下面平原的那個溫度要高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它必須要再屬於一個風力在三級以下 因為這樣子的話 雲海進來 它才不會遇到山而飄高 形成所謂的過山雲 上面就不會白搶 從經驗得知 大氣壓力越低 雲霧也會更低 雲霧甚至低到可以穿越關渡大橋 或者飄進台北市區 那麼什麼時候拍出的琉璃光最好看呢 冬末春初的時候 因為是屬於氣象冷熱交替最多 包括所謂的封面啊 它封面之後的一個回軟 然後它濕度的條件 也比較符合 產生所謂的雲霧的一個狀況 所以春季是第一個 一個是首選 那再來 春季的話就是說大概是國立的一月中 到所謂的四月清明前 這一段期間是最漂亮的 在說實影片下 雲霧變化萬千 在得天獨厚的環境下產生出的美景 讓這群攝影玩家 從白天等到黑夜 為的就是一堵這難得的夢幻美景 新一堂雷特電視 蛇智城台灣新北市採訪報導 現在我們在於是每個月的公司 我們在於是在於是 大小的運動中 我們四月之一的 今天我們在於是